最近我每天一睁眼就会水水新型冠状病毒的学术论文 然而这几天我快看吐了 我看论文的速度竟然跟不上科学家发论文的速度 不要惊讶于我的造型 我只是想用胡子的长度来见证战胜疫情的那一天 喜欢这个造型请扣1 不喜欢请写出x分之logx加1在零处的极限 Nature上的一条新闻指出 截至2月4日至少有77篇关于新冠病毒的论文 许多人对此非常愤怒 狂碰中国专家学者只发论文不抗疫情 中国SDI体制骇人 高福院是为了强发paper满爆疫情 武汉病毒座的论文暗含着他们人为制造病毒的惊天大秘密 说实话 我为大众对科学家的不理解有点难过 很多人一篇论文都没有点开过 科研阴谋论道转发的飞起 疫情当前 谣言和辟谣让我们每天的情绪都在愤怒和感动之间反复横跳 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 看不懂的东西 不要随便信 更不要随便喷 我看论文的速度可能比大家快一点 这两天我扒完了关于新冠病毒的所有学术论文 帮大家好好吃一吃学术瓜 今天来分享一下 人类目前对病毒都研究出来了啥 该不该在这时候发这么多论文 中国科学家表现如何 截至2月7日 我已经看了125篇新冠病毒的学术论文 平均每天还会增加5到6篇 乍一看 又是science又是nature的 非常苦人 但你仔细看 这些都是学术论文吗 并不 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 学术杂志和娱乐杂志一样 都是分很多栏目的 像知音读者上面 除了散文杂文 还有笑话 摄影广告 学术杂志也分 article comment editorial news correspondence 等等 大家听的最多的学术论文指的是article article就像八股文一样 有固定的套路 都是intro experiment result discussion conclusion 极大部分 相当于前人做了啥 我做了啥 给你看看结果 我牛逼 article一般得做个半到一年的实验 才能凑够一篇的数据 发2到4篇article 才能博士毕业 这就好比 那说明你文采好 但你有个笑话登上的读者 那就只能说明你这人挺傻雕的 comment 属于学术评论 像下面这篇发在柳叶刀上的comment 是在呼吁科学家 共享病毒数据 相互加油鼓励 这种不算学术论文 editorial可以理解成主编寄语 它是由期刊的编辑部 发表一个演讲 主持一下大局 像这一篇 就是柳叶刀编辑部 称赞中国应对疫情反应迅速 数据公开透明 把咱们夸了一番 前段时间 好多文章刷屏 说Science重磅文章称 武汉海鲜市场不是病毒的唯一来源 很多网友非常感慨 哇这么重要的事 居然是外国人性研究出的 还发了Science 我们的科学家是吃干饭的吗 但仔细看 这篇其实是Science上的news 它是一个新闻 并不是科学研究 作者是看了金银潭医院 发的那篇paper 介绍了41个病例的情况 发现 第一个病人 并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因此提出有可能是 某个别的地方爆发了病毒 感染了一号病人 一号病人把病毒又传入了 华南海鲜市场 然后又感染了后面的人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数据分析和猜想 金银潭医院也称赞了这个猜想 但大家大可不必看到Science 就震惊重化 不然你以为这个记者 是更一到两篇Science 那是万中无一的学术奇才了 统计下来 这125篇文章当中 article占74篇 也不少啊 但它们并不都是 正式发表了的学术论文 这些article主要分布在 Bio Archive、Meta Archive 留一刀、NGM Nature等杂志上面 其中留一刀影响印则大概60 NGM70、Nature40 这都是超一流期刊 那Bio Archive和Meta Archive 这俩是啥呢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论文发表的流程是这样的 科研狗把论文 投稿给学术期刊 期刊审稿 提意见 你再修改 最后通过发表 从你投稿 到论文正式发表 这中间这个审稿修改 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 但疫情当中 学术界都比较着急 都想让大家尽早 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 你就可以在投稿之后 直接把论文全文 在寓印本网站上公布出来 共同行交流学习 Bio Archive和Meta Archive 就是两个寓印本网站 像武汉病毒所 2月3号发了一篇Nature 宣布病毒很可能起源于蝙蝠 但其实这篇文章 1月22号 就在寓印本网站上公布过了 所以疫情开始没多久 Nature还没有审稿 我们就已经提前知道了这个结论 那么在74篇article里面 有多少篇是发在寓印本上的呢 57篇 所以这57篇论文 是已经筹稿 但还没有经过学术界的审核 有可能审核通过 有可能不通过 所以还不能把它当成 学术界认可的科研成果 毕竟这里面也有挂水的 跑掉这些文章 目前正儿八经的 新冠病毒学术论文 只有17篇 不过呢 寓印本上的论文 虽然没有正式发表 但毕竟 一个会用英文写学术论文的人 也基本可以认为是正经的 社会语论文也可以一看 但是呢 还是千万记住那句话 看不懂的东西 不要随便信 更不要随便喷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 我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些 关于新冠病毒 比较值得读的论文 最近可能很多号都在推荐 宅在家里可以看的 好电影啊 好书啊 这应该是第一次 由UP主给你推荐一篇好文献 这些论文呢 主要分为三个领域 一个是流行病学 主要是建模分析 预测疫情的走向 控制肌面的传播 第二个是病毒学 主要是分离病毒的结构 扒出他的八倍祖宗 然后造疫苗 第三个是医学 研究新冠病毒肺炎的 症状 诊断和治疗 我们先来看 正式发表的17篇论文 11篇来自内地 3篇香港 1篇美国 1篇欧洲 1篇印度 其中9篇发在了 超一流期盘上面 我推荐的第一篇文献 是来自金银潭医院 1月24号在李月刀 发表的 新冠病毒患者的临床特诊 这个呢 是李月刀有史以来 发文中最快的一次 这篇论文首次公布了 41位患者的病例 中位数年龄49岁 其中有27例 接触过华南海线市场 13位送入了ICU 6例患者死亡 这个死亡比例 还是比较高的 金银潭医院呢 是武汉最早接诊 新冠病毒患者的 这篇论文详细地介绍了 患者的基本情况 发病周期和主要症状 比如发热啊 咳嗽啊 肌肉酸痛 疲劳污力等等 大家可以自我检查一下 有没有符合的症状 如果有后两条的话 可能是你手机玩多了 论文的最后表示 这个病进ICU和死亡的比率 还是偏高的 目前大家的明显看到 湖北省外的死亡病例 其实非常少 但武汉地区的死亡率 在2%到3 这个数据可能偏低 因为有可能 有的死亡病例 没有统计进来 但也可能偏高 因为医院会优先确诊 重症的患者 1月3时 金银潭医院又发了一篇论文刀 介绍了99个病例的情况 平均年龄55.5岁 其中49名患者 有接触华南海鲜市场的历史 其中47个都是海鲜市场的工作人员 两名是吃海鲜的顾客 在99名患者当中 31例治愈出院 11例死亡 这个死亡率还是很高 本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新冠病毒更有可能影响 免疫功能本来就比较弱的老年男性 所以当看到年仅35岁 正值壮年的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的难过 尤其是看到 他还转发过我微博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非常可爱的人 在这批患者当中 有75例接受的抗病毒治疗 包括奥斯塔尾 更希洛尾 以及最近因其关注的抗HIV疗法 诺皮纳尾和利托纳尾 为啥很多药里面都有尾呢 这是因为 药的命名里面 VIR这个词根 表示antiviral 抗病毒的意思 最近我听到一些科普 说这个病毒都没药可医的 至于都是靠自身免疫力扛过去的 显得我们的医生 就是在医院里给病人加油打气一样 病毒 是无药可医 只是没有定向杀死病毒的药 但我们可以用药干扰病毒的繁殖 阻止病毒的扩散 还是有很多抗病毒治疗方法 可能很多人已经关注到了 最近很火的所谓神药瑞德西韦 它引起关注的是 美国1月31日发的这篇N1GM 记录了美国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 治疗的全过程 他从1月15日 从武汉探亲回来 发现自己有症状 发烧 然后住院后确诊 住院6天 症状越来越严重 第7天 医生给他用了 还在研发当中的新药瑞德西韦 第8天突然就症状改善 除了咳嗽之外都缓解了 但是 这毕竟就是一例孤症 瑞德西韦是不是神药 还不好说 它最初是为了对抗爱博拉而研发的药 但在爱博拉治疗上并不成功 对SARS MERS等冠状病毒倒是都有效果 武汉病毒所1月21日 已经在细胞实验中验证了 瑞德西韦的效果 并申请了专利 目前瑞德西韦已经在我国 开始了临床实验 希望之后能看到它的好消息 大家阅读起来更容易上手 应该是流行病学的论文 因为基本路子就是 对着病例数量建模 一通计算猛如虎 预测一下疫情的走向 可能你最近经常看到一个词 叫做基本再生数R0 指的是 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 一个患者平均会把疾病传染给多少个人 R0越大 那么传染病越厉害 这个是一些历史上典型传染病的R0值 供大家参考 流行病学论文的优点 是结论谁都能看懂 但缺点是 每篇论文都有自己的模型 算自己打R0 预测自己的疫情 我在这里整理了一下 不同文章计算出的不同的R0 除了个别人计算的高的离谱 大部分都是2到3之间 属于比SARS弱一些的水平 给大家推荐这篇1月31号 留意刀上的文章 它的基础是我们上期视频中讲过的 SER模型 在其中重点考虑了人口流动的影响 它是用了无信息先月的 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文方法 给出了R0的极大私人估计 再去算中国各大城市 病例数的债率分布 他们算出来R0是2.68 认为1月25日的时候 武汉已经感染了75815人 他们估计 如果一切不变 那么武汉疫情会在4月达到顶峰 其他城市滞后遇到两周 如果能通过戴口罩 隔离等方式 让病毒的传播率降低25% 那么顶峰会推迟一个月 感染人数也会降低50% 如果传播率能降低50% 那其实就能比较好的 控制住病例的增长 总之按照现在的价值 咱们就先按照 宅到4-5月去准备吧 再者大家推荐一篇 运营本上的宗书 个人觉得创新性 其实一般估计不能发表 但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入门文献 文章介绍了各种主流传染病的 潜伏期 感染期 住院期 住院比例 病死率 还有基本再生数R0 你可以直观地看到 人类冠状病毒的感染期 病死率R0 在五种流行病里面 都是最高的 这篇文章给出了一个 更加复杂的模型 除了易感者S 潜伏者E 康复者R 作者还引入的一个 初始感染者I1 会去医院看病的感染者H 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不去医院的感染者I2 看了病但是去世的人D 然后他给出了 模型具体的方程 和基本再生数R0 贝拉氏 如果你学有余力 你可以尝试自己推导一下 总之 这类流行病随的文章 结论都很大胆 但是模型毕竟是模型 R0也不是一个定制 随着咱们抗疫级别越来越高 宅家操作越来越熟练 R0也会降低 我现在就希望 四月份能出门吃着火锅 对 还是先剪头吧 在病毒学方面 给大家推荐2月3号 武汉病毒所和复旦 双发的两篇Nature 说新冠病毒 与蝙蝠冠状病毒 具有96%相似性 与SARS冠状病毒 有79.5%的相似性 但是从蝙蝠到人 这个中间宿主 是啥还不清楚 也许是华南海星市场上的 某种动物 北大的某黑客人认为是水雕 华南农业 开了个发布会说是穿山甲 我就想不通了 吃这些乱七八糟的 咱们可能有什么功效 那肥牛肥羊炸鸡 它就不香吗 中国疾控中心发了一篇 饱受争议的NEGM 对已知的425个病例数据 进行了回顾性调查 被很多人喷哈说 你知道人传人 为了发文章 你故意不公布 我觉得这种阴谋论 就是把院士当傻子一样 人家一个院士 就缺你这一篇论文是吧 可能很多指责的人 还不清楚 什么是有限人传人 他指的是 病毒只能在人之间传播一代 然后就会慢慢失去传播性 如果两代以上 成为持续人传人 对这种阴谋论 网上的解释已经很多了 我还是觉得 面对科研这种高门槛的事 就不要用事后诸德亮的心态 觉得自己就能指导科学家工作了 这些论文中也有些比较有趣的 比如说MED Archive上面 极大的一位小哥的论文 我人生第一次见到 自己挂自己通讯作者 一个人兼任一作导师 还拿自己的163邮箱 当通讯邮箱的风骚操作 而且这个论文非常简单 它建了个模预测异性的发展 然而整篇paper里居然就了两张图 第一张图还是各省市的 确诊病例数据 等于说他自己就画了一张图 就来投paper了 像之前 印度三哥在BioArchive上 发了一篇神文 说新冠病毒与HIV病毒有相似性 三哥一通操作猛如虎 搞得中国群众都以为 病毒是人为制造的 究竟是美国破坏中国的阴谋 还是武汉病毒做个统部实验 但其实它就是强行相似 强行制造恐慌 你要硬这么说 人和星星的基因相似度还90%多 人和香蕉的基因相似度还50% 最后它被一串科学家联手喷到彻岛了 总之 目前的论文已经非常多了 用来打发无聊的时间和治疗失眠 有非常好的奇效 如果大家想详细地研究这些文献 我都放在了B道TQ式的公众号上面 讲完了这些文献 顺便了解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吧 很多人质疑 说为什么这时候发这么多论文啊 有这么多闲工夫 你不如把时间花在抗击疫情上呢 第一 写论文的一般是博士生 专家主持大局 第二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眼中 只有在一线救人才叫抗疫情 这个是不对的 医生冲在最前面 他最辛苦最危险 但是走访调查跑带马儿的人 在实验室里研究病毒的生物狗 小区门口的保安叔叔 坚持上班的快递小哥 闷在家里的你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抗疫情 科学家写论文的目的 是把自己对病毒的研究成果 共享给全世界 让更多的人能尽快地站在自己的肩膀上 发论文本身就是科学家 抗疫情的工作之一 你发了文章 你指责你为什么不去治病救人 没发文章 你以为他为什么都是外国人在研究 平时我们整天嘲笑 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嘲笑生物狗 现在病毒来了 是生物狗拿着一叶枪 守着离心机 帮宅在家里的你战斗 每篇论文 每张图背后 都是科研人员掉的头发 但学术论文毕竟都是英文 对国内的民众其实很不友好 在媒体的二字传播种种当中 难免会有误解 断章取疑阴谋论 所以我这两天才会在无所事事的时候 做这样一个视频 只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理性的解读 不要老让造谣的人瞎带节奏 当然我的知识面有限 我也可能说错 我也可能被打脸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记得我们的中心思想 看不懂的东西 不要随便信 更不要随便喷 当然 论文数量紧喷 难免会有人飞一眼 你这不就是学术追热点吗 B站上我最近都看到好几个up主 见个魔法 预测一行的走向 计算这次实际的感染人数 初心是好的 但如果你真的想用模型 预测这一次的实际疫情 那在怎么正确的建模上 咱们都还要多读paper多学习 冷静下来 你试着下载篇论文读读看 就算看不懂 但至少能让我们增加一些对科学家的尊重 SCI不害人 为了发SCI而断章取义 让大众去抢双黄连口服液的才害人 那些奋战在实验室研究的科学家 和他们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不应该成为网民口诛笔伐的对象 实验室同样是他们拯救生命的战场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这个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长的 一起闷在家里的话比较多 希望大家三连支持一下 让我们一起给武汉加油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